锦衣卫东西厂的建立是历世壁,为何说明朝王于厂位制度,而不是王于流寇? 明朝的东厂、西厂,锦衣卫这三大特务机构在历史上可谓是臭名昭著,像蝗虫一样吸干了大明王朝的血液,所以说明朝不是王于流寇,而是王于厂位,一点都不为过。 下面,请大家跟着一关历史一起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会这么说吧。 明朝灭亡的原因有很多,小冰川时期气候异常造成的自然灾害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严重的,由此产生的饥荒、战争、瘟疫、流寇等都是曾经处于鼎盛时期的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但除了外部原因外,许多学者认为场位制度也是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朱元璋以一介不一去除打鲁,恢复中华,最终坐稳天下,自有一番惊心动魄的建国历程。 但所谓打天下容易,守天下却难,朱元璋之前,论马上取天下的一代帝王,前有秦皇汉武,后有唐宗宋祖。 这些开国君主们,比之朱元璋,也毫不逊色,但是由他们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在朱元璋的时代,早已经烟消云散。 因此作为帝王的朱元璋,在大明朝建立以后,甚至是更前一点,当知道自己有可能夺取天下的时候。 一个问题就自然地摆到了他的面前,即如何将自己建立的伟大帝国传承下去。 朱元璋出身草根,早年经历坎坷,因此痛恨贪官污吏,为此甚至制定了严苛道变态的律法。 贪污六十两,即包皮冲草,在他的眼中,历代王朝之所以最后会走向灭亡,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些贪官污吏闹得。 坏事全让贪官污吏做了,好处也全让他们得了,但最后国破家王的痛,却要皇帝来承担。 以往天下是别人家的,朱元璋做不了什么,但如今大明朝可是朱家的天下。 他岂能眼睁睁地看着好好的江山,被这些贪官污吏给败坏了。 于是,明太祖朱元璋设立了锦衣卫,将其分为两大部门,一个部门负责掌管皇帝的安全,与传统意义上的禁卫军如出一辙,另一个部门则负责帮皇帝办案。 这也是人们熟知的那个恐怖的锦衣卫,锦衣卫只会使一职,一般都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 每当明朝皇帝有所疑虑和担心时,提齐便四处出击,上到王公大臣,下到黎明百姓,全在他们监视和查补的范围内,锦衣卫还有一项著名的职能,执掌庭障。 庭障是明朝特有的惩罚朝臣的一种酷刑,明朝皇帝和大臣们的冲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而锦衣卫是皇帝用来对付士大夫的绝佳势力,只不过皇帝虽然镇压了士大夫,让皇权高度集中,但付出的代价就是整个社会的唯唯诺诺,人人只求无罪,大明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活力大幅度降低,制度的合理性不尽反退。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这套书籍,在浩瀚如烟的传统文化之中,出现过的很多的繁荣朝代,不管你是喜欢唐朝的开放,还是喜欢汉朝的风云,都可以在这套书中找到乐趣。 书中以历史人物的风云事迹,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朝代的更迭,让人看起来更加过瘾,把这套书看明白了,自能拨云渐日,看清德诗。 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吧。 后在朱棣时代,靖南之役,北征蒙古期间立下诸多功劳,除镇压农民起义,监督朝臣,甚至多次参与外交事务,抓间谍,权力日盛,一时间锦衣卫的名号令群臣闻风丧胆。 然而靖南之役后,许多大臣对明成祖朱棣的正统问题很是不满,认为明成祖朱棣已疏职皇位。 朱棣为肃清反对者,进一步控制朝廷官员,强化专制集权,又增设东基市场。 独夫正直又胜一筹,东厂直接听令于皇帝,不经司法批准可任意稽查臣民,还有监视锦衣卫的权力,权力更大了。 任何一家皇帝都不会任由一个组织肆意壮大,一定会想办法遏制这样的队伍,于是皇帝决定让身边的近视对自己忠心耿耿。 至此,常卫制度已见成熟,常卫宦官虽无宰相之名,已有宰相之实,正如皇宗熙所言,无以为有宰相之使者,今之公奴也,盖大权不能无所计。 比公奴者,见宰相之正是坠地不收,从而设为苛条,增其执掌,生杀与夺出自宰相者,四弟而尽归焉。 故使公奴有宰相之实,因此,可以说场卫制度是特务政治,是独夫独裁极端化的结果。 和锦衣卫发展到后来,由于权限太大,变成了宫廷争斗的工具,很多奸臣勾结锦衣卫指挥使编制罪名,残害忠良,祸国殃民,锦衣卫也迅速堕落成为明代衰亡的一大恶极。 因为锦衣卫不好控制,宦官这个群体好控制,用宦官监视锦衣卫不让锦衣卫一家独大,无疑是最好的办法。 东厂也不负所望,权力高于锦衣卫让锦衣卫确实是收敛很多。 因为是宦官,他们往往可以跟在皇帝左右,不必以奏折的形式向皇帝汇报情况,而是直接口头汇报。 这大大增加了便利性,明朝皇帝用东厂,将整个社会的大小情况都掌握了起来。 当然,东厂的发展慢慢脱离了初衷。 东厂的建立同时制约了锦衣卫的权力,他的权力与锦衣卫相同, 唯有不同的是锦衣卫监察一切百姓官员,东厂监察一切的官员和锦衣卫,这样一来皇帝则直接检查了一切机关。 层层下来,让朝廷上下感到紧张恐惧,就这样厂何谓成为皇帝的私人侦探机构? 其中,锦衣卫监察文武百官和官民,东厂也是监察官民同时也监察锦衣卫是否滥用职权讯私舞弊。 东厂藩子利用职权之变,在全国范围内肆意抓捕忠臣良民,随意诬陷,然后敲诈勒索。 如果对方稍有不满,就会严刑逼供罗治罪名,定刑处决。 这一切甚至不需要给皇帝汇报,所以全国百姓乃至大小官员,都时刻担心被罗治罪名抓起来,大气都不敢出。 改革是完全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在这套监视模式中皇帝的权力最大,他可以听到文武百官的声音,并且一个人可以管辖全国大小事情。 同时皇帝也很累,他每天需要知晓那么多监视消息,还需要处理全国政务。 朱元璋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自己的后代子孙轻松容一些,但这套模式将整个国家的命运与皇帝结合在一起,朱元璋自己能适应。 但是他的子孙后代可不一定适应,由于朱元璋自己的疑心和控制欲,他让锦衣卫深入民间,这也将恐怖的气氛带入千家万户,结果人人顶着巨大的压力生活。 因为宦官与皇帝相处时间比较多,所以更容易得到皇帝信任,东厂就逐渐压在了锦衣卫之上,成为最大的特务机构。 这对全国百姓来说是一场灾难,令人哑然失笑的是,东厂形势如此恶毒,却在大厅上供奉着岳飞的雕像,还立着万事流芳的牌坊,这只能更加衬托出他们的大奸大鳄。 锦衣卫和东厂盛行,明朝社会活力直接丧失,所以不管是何种变法,都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大明朝的经络和血脉已经完全坏掉了,空具有一个华丽的外表而已。 成化十二年,宫中发生许多充满神秘色彩的大事,无妖夜初,李子龙世君等让成化帝逐渐身心有余悸,于是为了了解宫外臣子的动向,他选中了身边的小太监汪直派往宫外打探消息,以防止再有世君的事情发生,于是西场诞生。 西场成立之后,汪直为了扩大自己的功劳,就打着为皇帝探查情报的旗号,拼命地购置大案。 要案,一旦怀疑某人,就立刻加以逮捕,对于一般百姓。 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慎,被他抓到把柄,西场就会借题发挥,往往从一个人牵连到上百人。 成为震惊一时的大案,西场势力迅速发展,其办案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众多远超东厂和锦衣卫,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布下了监视网,对所有官员进行不间断监视,以寻找罪名抓捕,然后严刑逼供,故意扩大案件影响。 但西场由于滥杀无辜,作恶太多,在满朝大臣的一致反对下,西场于明武宗年间被撤销。 内刑场,又称内刑场,是明代场卫制度中寿命最短的机构,明武宗年间,大太监刘锦因与东场,西场首领有矛盾,于是奏请皇帝新设一个特务机关,内刑场。 由他自己管辖,内刑场的权力更大,不仅具有此前特务机关的所有职能,而且还将锦衣卫,东场,西场猎人监视和捕杀的范围,权限更广,用行更酷。 内刑场仅仅存在了五年,便随着刘锦的倒台,与西场一同被撤销,但仅仅在这五年内,他就残害了无数中粮。 明朝的锦衣卫和东西场,虽然同为特务机构,但无论是职能还是权力上都大有不同,总体来讲,从锦衣卫到东西场,权力是越来越大,侦查范围是越来越广,手段是越来越残忍,对社会的危害性是越来越深刻。 简言之,以场位为代表的特务制度,在建立初期巩固了新生政权,满足了明代加强皇权的需要,实现了对国家进行更为有效的控制。 但总体来说,这种制度违背中国政治制度的良性传统,严重破坏了国家的正常法治秩序,由特务机构所带来的政治高压和恐怖氛围,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导致皇帝、百姓、官员之间互不信任,由上至下权势猜忌,犹如一盘散沙,风一吹,就山河破碎,加速了明王朝的腐化与堕落,激化了明代的社会矛盾,蚕食了国家经济军事实力,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